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OK仔 跟大家看看國際新聞 國際新聞有什麼消息 第一宗消息嚇死你了 已經足以了 究竟是什麼 隔離 停課 新病毒已經致死率高達75% 說到這麼嚴重 搞不定 隨時全球爆多獲金 究竟是什麼病毒呢 稍後跟大家看看 另外 在日本的朋友要留意 因為 現在說到有集體食物中毒事件 吃完又餓又餓 百幾人 相當之嚴重 另外英國公佈 這個簽證收費加幅 死了 會不會影響到一些 各位想住過英國的朋友 他們的簽證是尤家 不斷加 不斷加 當然是 香港有錢 不找誰 還有其他 不同的新聞的這個局勢的全球局勢又展開新的 一個戰場 請大家給個like 支持一下 首先 給大家看看 BNO Visa 有沒有加價 英國 又 又加了 簽證費 真的 物價通脹升得那麼快 有什麼搞錯 究竟 因為 其實在7月 英國已經預告 會大幅增加各類移民費用 在日前 就正式公佈 收費金額 接下來 由10月4日起 就生效了 根據英國公佈的資料 給予 香港人簽證的 BNO Visa 不加價 但是 你申請這個 永久居留費 就說會由每人 2404英 加到 2885英 大約 23000港幣 加到5000元左右 真是厲害了 他們的英國首相辛偉成 其實在7月中 已經透露 放了口風 就說會加價 但是 對於有些人來講 對BNO人士來講 其實都是有些影響的 因為 你五年之後 會不會還是這個費用呢 如果你想著 五年之後 申請 這個 定居 在那裏居留 那就精神了 到時候那個價錢 又可能 加了多少錢 加了多少錢 真是精神 所以 為什麼 這麼說 就是想著 鋪定這條路 將來 到時候 一大堆人 可以 其實現在 你未看到 你五年後 你數回 可能由疫情中斷 2022 2021 這樣 那你現在可能 大大話說 不算你回流 那班 都已經 在英國 幾年了 兩年 三年 其實很快的 五年 可能 兩三年後的事 所以 這個是 非常之可觀的數字 對英國政府來說 一定是 現在不加定 當然要計算 差不多 第一批人 到了 當然 先 可能到下一批 又加價 也不奇怪 另外 其他會加價的簽證 包括投資者簽證 由1638英鎊 到1884英鎊 另外 境外申請學生簽證 由363英鎊 去到 490英鎊 這樣 所以 什麼都加 移民都要錢 沒有錢 你不用只移民 那就真的是 不斷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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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在街外吃飯要小心 為什麼 日本爆發 集體食物中毒事件 在日本青森縣八戶市保健所 接到多地通報 有民眾 在八戶市 食用這個鐵路便當製造商 吉田屋的便當之後 又嗚又嗚了 日前 據報已經超過100人左右 已經有嗚嗚了 究竟 什麼事都不知道 裡面 說到說 每個人都在JR鐵站買的 便當 各地超市都想賣 糟糕了 吃完之後 會不會 真的哭怕死了 還中了那些輻射毒 不是吧 輻射毒不會 我估計 然後 跟大家看看這個世界局勢 除了烏鵝戰爭之外 開始風煙四起 為什麼 說到阿塞拜疆 派軍隊進入亞美尼亞有爭議主權的納哥爾諾 卡拉巴赫地區 反恐 阿塞拜疆 跟亞美尼亞 又真是軍事行動 阿塞拜疆總統 阿里耶夫 表明 只有納卡地區的分離武裝分子停止戰鬥 阿塞拜疆 才會終止反恐的行動 美其名就反恐了 會不會 走去搞人家呢 這是另一個問題 那麼 其後分離分子宣佈願意停火 將會在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在昨天下午5點 就開始停火了 並且會在今天跟阿塞拜疆進行談判 阿里美尼亞就指出 昨天下午3點 阿塞拜疆的軍事行動造成32人死亡 兩個平民二百多人受傷 那麼 都幾頭癢的 因為現在搞到 暖了龍 烏鵝局勢 大家都知道 納納亂的 再加上 亞美尼亞 阿塞拜疆又在這裡打架 這樣 認到整個局勢 全球局勢納亂 歐盟 法國 德國都齊齊譴責 阿塞拜疆的軍事行動 現在又是了 又說到要主權完整 各樣 那 東歐 東歐 烏鵝 中歐 阿美尼亞 阿塞拜疆 所以 歐洲到現在都戰火連天 好 跟著 亦都和大家看看 一宗恐怖意外 那 整個巴士滾了下山 真可憐 秘魯 有個巴士 行經 安地 斯山脈 懷疑失控 滾了下 650米深的山谷 導致21死 21人受傷 這件事件也嚴重 好運 原來本身的山谷超過200米深 那巴士一路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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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好有些樹 就卡住了它 扛住了它 先沒有導致它由頂滾到谷底 如果不是呢 因為谷底是一條河來的 隨時 大水就沖走 到時候 死槍 慘重 這些都是一個比較嚴重的事 另外 甘雨正 甘正恩的妹妹 現在 南韓專家就說 她是全地球上最危險的女人 不知道大家可能 嘗試上網找甘雨正 Google找她的樣子出來 殺氣 非常之濃厚 很冷酷的女人 當然啦 她隔壁 阿哥 甘正恩 兩兄妹 拿著核彈 一分鐘 真的不小心 激怒她 一飛核彈過來 給你 押 不是叫你跪玻璃 那麼簡單 押核彈 這位北韓專家 接受美國霍氏新聞 採訪的時候 她就說 甘雨正的妹妹 甘雨正是全球最危險的 因為甘雨正很年輕 9月底才36歲 完全是另一種格調 她經常陪著甘正恩到處走 後面幫哥哥做很多不同的事 會不會 將來有機會甘雨正坐上皇位 真的不知道 真的小心 女人 好 跟著 大家看看 美國方面 有些消息 拜登 拜登做什麼 拜登 就說 打算 國族 連任總統 都80歲 年紀比較大 是不是 是時候應該退下火線 但是 拜登 在台上演講 他一個 籌款活動當中 就講到關於 他自己 那麼高齡的問題 他說 我知道 我自己 被人嫌老了 但是 我為什麼要出來 我出來競選 就是因為 美國的民主 極極可危 你是負責拯救的民主 這樣 他說不要懷疑 特朗普 跟他的口號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共和黨人 要決心摧毀美國的民主 不是只有你 拜登 你民主黨沒有人 不是這樣的吧 死吧 如果是 只剩下你一個 拜登 你不要掛 拜登 如果是的話 美國沒有民主 最後 最後一根 一條稻草 垃圾了美國的民主 會不會這樣 應該不會吧 說到美國 另外 美國農業局 回收超過 5.8萬磅的牛肉 哎呀 做什麼事呢 驗出有大腸幹菌 所以近期的食物都好像 不是很安全 近來聽很多 看很多不同的新聞 都說到吃完東西出事 又中毒 又 又 等等 不同的 徵狀 所以大家 要留意 接下來要吃大閘蟹的高峰期 大家要注意 要煮熟食物才好吃 生懶的 盡量少吃 少吃 大閘蟹的大疫情 這件事件 就說到說在一個 印尼 非常之 印度 不是印尼 印尼 印尼 出現了一個 就叫做 利潘蟹的病毒 他對 人 和動物都有很強的 感染性和致死率 而說到人類感染了這種病毒之後 死亡率高到75% 有25% 你想想會不會是自己 每個人都想是自己 是不是 我們不想 種完之後 100%死亡 但是 其實75% 很厲害 這隻病毒 那麼高死亡率 又和 人速共存 可以發生 與人傳播 亦沒有特效藥和疫苗 高傳播而高致死 這些特徵 原來世界衛生組織 已經一早列了它為 全世界潛在高危險傳播風險病毒之一 而中國衛生部門曾經也都說到 這一隻 尼帕病毒的危害程度 是最高級別的 而要做這個病毒的培養 動物感染的實驗室要在第四級實驗室進行 你不能讓它洩漏出來 不然 不堪設想 那究竟 人種的病毒會怎樣 又會出現發燒 頭痛 眼睡 昏迷 意識模糊 等等這些徵狀 在近期 這個月 印度 就說已經 最少有兩個人死於這種病毒 而當時 在這個月中 其實只是一個多星期前 印度政府已經採取了緊急措施 相關地區已經開始 關閉了學校辦公室 運輸 什麼都不讓它走 暫時 最新的數字 就說 已經 有130人感染到了 情況也挺嚴重的 是啊 而這個病毒也是第四次在印度爆發的 第一次 在印度是100年 23個民眾感染了這種病毒 有21個人死亡了 現在有德國的媒體認為 鑑於現在的死亡率依然偏高 以及印度方面的衛生能力 如果它真的壓不住 導致到到處播 恐怕 將會是另一場災難 這麼說 真的 所以 大家要留意一下 那就 沒什麼必要 大家都相信不會去印度的 而說的話 除了印度之外 說到在東南亞有其他地區曾經出現過這種病毒 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也都出現過這種 病毒 所以 大家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去那些 東南亞國家喝一些不乾淨的水 或者吃一些 街邊東西的時候更加要留意 記得勤洗手 如果不是 一會兒不知道哪裏 你不知道哪個國家有的 希望大家盡量少吃街邊東西 生冷東西 尤其是生冷東西 街邊東西 熟都還 勉勉強強 最重要是注意自己個人的衛生 勤洗手 如果不是 這種病毒 惹開的時候 都很頭癢 人類都不知道怎麼辦 好了 說完這些新聞之後 也跟大家看一下 有位中國籍女子 竟然走私國產 找你 進去日本 為什麼要運你進去日本 那麼奇怪 原來他在日本 賣中國籍 那這一位28歲的女子 叫張瑩 在昨天被大阪警方 去到她的千葉縣印西市的住宅 被捕 這個女子上年11月 從中國以郵寄的包裹方式 寄到一些禮 去日本 一共寄了28公斤 懷疑 違反了日本 植物防疫法例 亦都報導指出 這位姓張的中國籍女子 懷疑 是一個 以千葉為據點的 走私 集團領導 這樣 真麻煩 唉 其實很尷尬的 你運生果過去 我都知道國產東西很好吃 但是 這樣一會兒 人家有賴你 一會兒有什麼事 人家出現了毛病 出現了蟲害 到時候又賴回中國 真的 所以這些事不要笨實 大家做些笨實事 給人家機會說你 不行 不知道 後續會怎樣 跟著 跟著 亦都和大家看一下 現在 日本藥廠高層涉嫌間諜活動 在中國被拘捕 中國現在發現了有間諜 日本間諜 一個來自 日本 安斯 安斯泰來的製育廠 在北京子公司的日籍高層 就說在三月底 反到日本之前 涉嫌違反中國的反間諜法 被北京拘捕 現在他就在北京看守所 接受觀察 這樣 這樣 其實 原來講到九 九月中旬 中方 就已經通報 給日本知道 這個男士已經被刑事拘留 三十七日內就會決定 是不是正式拘捕他 這樣 這樣 就到時候看 應該拘捕了他 犯法的事 對 然後 看看加拿大和印度的風波 真麻煩 一場的謀殺案 引起 加拿大和印度 就好像急速 直下 他們的關係 印度的特工 究竟是不是真的 參加了殺害這個加拿大籍 錫克教領袖 尼賈爾呢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再表示 沒有想著搞黑風搞黑浪的 不過 麻煩你印度政府 要認真處理 以及 妥善解決問題 就算這件事的影響 加拿大本來 就 想著 搞一些 叫做大型貿易團 訪問的 現在都要推遲 那當然 現在的關係 急喘 選擇下有什麼好跟你談 啊 這樣子的 現在兩邊都 是好 然後 普京 就說確定了 10月 就去訪問 北京 會跟我們的習主席 會面 出席一帶一路的國際論壇 這樣說 咦 會不會有些什麼口信呢 因為剛剛見完 金仔 金正恩跟普京見完之後 會不會有些什麼消息 會帶給我們的習主席 聽呢 現在我們的外交部長 王毅 就在莫斯科訪問 就在日前 跟這個俄羅斯安全委員會秘書 柏德魯赦夫 在這個莫斯科舉行中俄戰略安全磋商 他們這位俄羅斯安全 委員會秘書 就確定了 俄羅斯總統 普京 將會去北京 一起去討論 也是普京自從國際刑事法院 發出這個第捕令之後 第一次出國訪問 這樣 看看究竟有些什麼可以談得到 會不會三邊 互相通力合作 到時候 都可能又會引起 國際社會關注 好人好事 好心有好報 有時候做好事就不要想著有好報 我們不是要求好報才做好事 從心出發 美國馬尼蘭州有一個男士 跑去店舖買彩票的時候 因為職員搞錯數量計多了一張彩票 於是這位好心男就說 算了 新人 那麽 那麽就說 那麽你 給我多一張 那麽我當計買多一張 結果 好心有好報 就是這一張 就幫他中了超過450萬元 港幣的大獎 如果你不是 因為他數多了 不會他算多了 你就不會買這個 是不是 然後你就不會中了 那麽 真的有時候 明明中總有主宰 那麽 是你的就是你的 那麽 有時候有些人會怪的 不懂得體諒新人 或者 他一個人 做事不是很熟 熟習的時候 有時候我們應該互相體諒一下 香港也是 無論零售也好 餐廳也好 什麼服務也好 就是明白到有時候 不要緊急 香港人很急 我發覺 總之 慢一點 就好像 要命 我心想 你緊急 為什麽你不早點出門口 好了 另外 亦都和大家看一下 首爾方面 那麼首爾教育廳 發佈這個綜合方案 就說維護教師的權益 因為早期 我們看得到 南韓方面 因為很多教師 就 頂不住 怪獸家長的 壓力 而自殺 引起 他們的全國教師 大舉上街示威 要求政府保障權益 首爾市教育總監 就說 發佈了一個關於維護教師權益的綜合對策 將會投入2100萬港幣 跟對方律師會簽署工作合作業議 就說會安排 那些律師 就 放在 那些學校 當 有教師被家長起訴的時候 就給了一些法律 諮詢 我覺得應該要取其平衡的 又不可以把 另一個 叫做 能量 他現在的教師細弱 然後幫他 替他 能力很大 權力很大 到時候變成家長被人欺負 那些 學童又被人欺負的時候 有冤無露訴 取其平衡 雙方都要取其平衡 一個完善的制度 公正的制度 給其他人去申訴 我覺得 對雙方的一個保障 另外 清邁 就說 11月起 24小時 不停運作 那是不是想著狂吸 內地客 這個泰國第二大城市清邁 之前 因為泰國政府 就說 為期五個月的免簽證 然後就說 由11月1日開始 清邁國際機場 將會拉長的營業時間 變成24小時 全日無休 大家到時候幾點 都可以去清邁落地 清邁本來 清邁就說原來每天做18小時 現在就24小時 更加 接下來就說會擴建 開第二個航廈 或者開一個新的機場 厲害了 希望 旅客幫 賺大錢 賺大錢 也是的 這個世界 大家都在搞 很多人都很喜歡清邁的 我知道 很多人 賺不絕口 我樓上的那個也是 經常跟我說清邁的 很有趣 每個人都有一些 不同的地方 喜歡去的 我都明白 另外 看看 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這個我也有些質疑 就說有傳 中國 向英國使館人員 送贈 一些茶 裡面竟然 有 洩聽氣 洩聽風雲 英國 夏議院近日 爆出 共諜案 令到大家關注中國間諜活動 英國傳媒引述消息指出 中方曾經向英方人員送一些杯杯碟碟茶具 但是入面竟然有偷聽氣 為什麼會發現得到呢 原來有英國駐華大使 人員 回到英國之前 就獲中方送了一套茶具作為這個道別禮 經常說這些 瓷器都是很得外國人喜歡的 他拿回英國之後 每一次 就說在家 吃完中菜的時候都會拿這套餐具出來的 誰不知有一次意外 就是洗茶壺打爛了茶壺 就掉了在地上 於是 在地上撿碎片的時候 竟然裡面有暗藏錄音設備 嘩 我在想 他怎樣可以 錄得到呢 因為他是不是 製造這個瓷器的時候 放了 這些錄音設備呢 而說到這個錄音設備又如何長時間運作呢 要電呀 一聽到聲音他還要發射 嘩 那塊是不是很大塊 搓泥膠的時候已經搓下去了 好 另一個問題就是 你怎麼確保他一定聽得清楚呢 遮住了 所以 這些東西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你覺得是 就是好電影橋段 就是 君傭的 這些偷聽的 是不是 所以 有時候 也是 你等同街邊的東西 街邊毛公仔 黑鼻哥變了一個鏡頭 也是一樣的道理 很多東西都是無孔不入 總之這些東西大家要小心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次再講其他東西 拜拜